Hey everyone, this is Alan from Morning English. So happy to have you listening. 大家好,我是Alan,这里是早安英文。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个实用的词组, Come clean. Come clean. Come clean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come有来吧和加油的意思, 那么clean的意思是干净。 那么come clean到底是来吧干净还是来吧加油都不是啊。 那到底它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跟Alan一起来彻底学会如何正确使用这个词组。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啦。 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啦。 come clean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 to finally tell the truth about something you have been hiding. 最后 tell the truth. 最后你说了实话 about something. 关于什么呢? 关于about something you have been hiding. 关于那些你一直隐藏了没有讲的真相, 你现在说出来了, 那么我们可以理解成忏悔。 Do I come clean or make up an excuse? 我应该忏悔还是说我应该再找一个借口呢? 在这个句子里面注意到两个词啊, 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个come clean, 它这里两个词都是鼻音, come是闭口的鼻音, 就是嘴巴闭上同时有鼻音, clean呢是开口的鼻音, 那么顾名思义就是嘴巴张开同时有鼻音, 再一起来听一下啊, come clean, come clean, OK, 一个是闭口的鼻音, 嘴巴闭上有鼻音, come, come clean, 嘴巴张开有鼻音, 说到忏悔这个词啊, 我们最容易想到的是向谁去忏悔呢? 想一想啊, 在西方电影里面我们经常会看到, 当然就是向上帝去忏悔, 你做错了事情, 对吧, 你很愧疚, 你希望自己得到内心的宁静, 然后去找到上帝, 其实实际上很多时候, 你可能是面对的是神父啊, 来忏悔, 你就会说, can I come clean with God? 我能向上帝忏悔吗? can I come clean with God? 好的, 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刚才的这两个句子, do I come clean or make up and excuse? do I come clean or make up and excuse? can I come clean with God? can I come clean with God? 那么除了上帝, 我们有时候可能还需要向谁忏悔呢? 你有可能会需要向你的伴侣忏悔, 或者说我们不用这个忏悔这个词, 换个词, 可能是说实话, 或者说吐露实情, should I come clean to my girlfriend? should I come clean to my wife? about my past relationship? 这个past relationship, 讲的就是你过往的情史, 有时候情侣之间经常会打探对方过往的情史, 虽然谁都有过去, 但是总还是有一些好奇心嘛, 你可能会想知道, 那么这个句子你就可以用得着了, 具体说不说我不能给建议, 但是咱们可以一起来学英文, 来学这个句子, 通过这个句子呢, 掌握come clean这个词, should I come clean to my girlfriend? about my past relationship? 如果你的伴侣曾经问过你, 然后你就没有说实话, 你说我以前这是我的第一段感情, 和你是我的初恋, 然后其实你不是了, 然后有一天突然你良心发现, 你自己就在问自己, should I come clean or just let it go after lying about not having a past relationship? 曾经说没有, 然后现在良心发现, 在考虑是不是告诉对方, 你是有过这个past relationship的, 这个句子就可以用上了, should I come clean or just let it go after lying about not having a past relationship? 再学一个句子, I think you should come clean about where you were last night, 我觉得你应该坦白, 你昨天晚上去哪了, 这句话呢, 既可以用到就是, 嗯, 像你的这个老婆, 像你的太太, 然后来谈恶实情, 说昨天晚上是喝酒去了, 好, 我们还可以向谁来忏悔屠戮实情呢, 除了上帝, 除了我们的伴侣, 除了我们的父母, 再想想, 如果你是公司的这个部门负责人, 你是管理层, 或者说你甚至自己开了一家公司, 你是公司的老板, 团队的leader, 很多时候你也应该多向员工说实话, 特别是坏消息, 因为信息越透明, 沟通效率就越高, 哪怕现在公司遇到了危机, 你也应该说, 如果你不说, 大家其实很多时候是能感觉到的, 然后大家就猜嘛, 可能这个结果会更加的糟糕啊,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句子, I think it is time to complain with everybody about our financial issues, 我觉得应该跟所有人讲, 我们现在已经遇到了一些资金上的困难, 我们的现金流不太好了等等, 财务的问题我们都说, financial issues, financial issues, 好, 再一起来读一下这个句子, I think it is time to complain with everybody about our financial issues, All right, that's so much for today's program, 节目听完了啊, 但这只是学习的开始, 如果你希望真正的提高自己的英文能力, 希望可一日千里, 你就必须要多复习, 反复的练习, 大声的去朗读啊, 背诵, 因为只有这样, 你才能够真正高效快速的提高,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 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 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I'm Alan for Morning English, Thank you for listening.